这个任务完成了 我才那个休息 而且徐璐不光自己 很有毅力地完成了这个书稿 他还帮助别人 那个时候因为老师的有一个学生 他是一个子娃娃 看到了我就是身体不方便 然后还能够上大学 他们觉得看到了希望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我的存在更有价值了 就约着一个体力比较好的男生 然后每周背我上轿公交车 然后我们去做支教 刚开始是我一个人 最后是十个人 然后到我们整个外国语学院 然后我们成立了一个 萤火虫新能量的团队 这个团队到现在还在 一直在做着这个公益 今天的心愿是你的心愿 是 上前一步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我希望我写的书 向最高注攀登 能够得到向全国推广的机会 谢谢 来 请回 书已经出版了是吧 对 我真的希望这本书 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 或许能够给别人带来方向 来 我们来看看老师 怎么助力这个幸福心愿 你好 徐露 疾病呢 束缚了你的肢体 但是却强大了你的内心 我们长存康大医院 减肥中心呢 愿意助力你圆梦 同时呢 我们也决定要 够一部分这些书 放到我们医院的 每一个床位 用它呢 来激励减肥的患者 非常感谢您 非常感谢 你在人生低谷的时候 让自己树立起一个 向上奋斗的一股劲儿 我觉得值得很多人去学习 我也愿意去推荐这本书 也希望有更多的人 看到你的故事 谢谢老师 谢谢 在这个生活中 精神的力量 远远大于身体的力量 其实在这个小徐身上呢 已经完全体现出来了 这个书呢 我们会多买一些 谢谢 我在北京教学呢 每年有几千名学员 我会向他们推荐这本书 向你学习 我会向你学习 我的故事 我以为你学习 你学习